发挥我们的友善特色来打造一个观望大国 请张委员满容发言 谢谢主席大家好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克正访问美国的访美之旅 是一个成先起后任重道远 还来得及的重责大任 国民党的活路外交成果丰硕 相较于民进党的烽火外交 马政府做到的民进党做不到 活路外交一步一脚印 也翻开了历史的新业 创下两岸领导见面的一个史实 朱立伦主席对于两岸外交近并驾区区的坚持 正在做一个历史的承担 区域的经济整合里面 TPP渴望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由日美征先的抢先制定世界贸易的游戏规则 而RCEP东协加6也逐步的迈向高标准的全面经济伙伴 台湾跟RCEP的贸易占我们总贸易额56.6% 而TPP占我全贸易的35.6% 如同区域的其他七个国家 包括日本、纽西兰、澳洲、新马、越以及文莱 这七个国家同时加入TPP跟RCEP 台湾没有被边缘化的本钱 目前我国推重TPP的范畴跟步调 不仅只是新南向 也不仅只是台印 而是布局全球 两岸的FTA加上其他课证进行的探讨 主主席的高瞻元祖视野 包括两岸共识 一中各表是国民党的党纲 并且坚持两岸和平维护台海安全 并且朱主席提到 不论是TPP或RCEP以及亚投行 台湾都不能缺席 当朱主席克政在美国的现在 我们祝福他 相信朱主席的这个视野 能够让不仅台美两岸的双边双赢 都能够扩及到美中台 以及区域全球的多赢 谢谢 请正委员启程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